好,那現在就是類似這種價錢時間還來聽給我 感覺是滿意的題目啦 那等一下基本上就是分上下的 part 那第一個是先講 那主要也都是關於這種異常帳號的分析 那下半部的話,Elly會講的就是 我們之前跟OCF合作就是 關於PDE上面的一些異常帳號的分析 那我講的這個部分呢 主要是針對在臉書上面它的假帳號的一些社會網路分析 但是其實我裡面講到的一些東西 基本上社群並攤 它大概的操作機制都是一些共同的地方 那我等一下會講說 我們會用一個比較特別的方式 叫Social Network Analysis 叫做社會網路分析 那為什麼會用這個方法呢 然後會說 那以及我們如何評估這個方法的一個有效性 好 那我先大概講一下我的背景 那我自己個人目前是在直社會做這個假新聞的研究 那基本上我們會用一些不同的角度切入 譬如說從帳號的角度 以及譬如說它文本的角度 以及它如何做一些宣傳啊 或分享的這種行為的方面去做分析 那因為我以前其實跟Elly是同事啊 我們都在這個電信業做這個資料分析 那我就是常常就是說 除了我們一般的分析方式 是不是在資料科學這個角度 可以協助我們來 在這個議題上有更好的一個分析的成果 那第三個就是說 其實在假新聞這個議題上面 它其實很多的傳遞的方式是在社群媒體上面 那社群媒體它其實有個特性 就是它很像的人際關係 那所以就會很適合用這種網路的方式去做分析 OK 那我這邊的部分 我主要會focus在三個點 第一個就是說 基本上假帳號或者是假新聞這個問題 它其實是有點非監督式的 那非監督式的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大部分來講 我們不會有一個法案 就是不會有人跟你說 OK 這些是假帳號什麼 那你就可以做一般的 譬如說 資料分析啊 或數據模型 它是屬於比較一個非監督式的題目 所以它會相對一般的 傳統的模型的方式 我們會用別的角度去做切入 那第二個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在做這種分析的時候 很需要的就是 我們會需要一些特徵 譬如說意義電數來講 你可能看 譬如說讚的數目 分享的數目等等 可是 經過我這一年的 慢慢在工作上的研究 我會發現說 其實這些淺層的原因 其實很容易 後來它這些重要性 會慢慢降低 因為基本上它的難度是比較低的 那最後基本上平台都會偵測出來 所以商家或者是一些 它有正式目的的一些行動者 它就會用更複雜的方法 那我們會希望透過 譬如說 找到它更源頭 它必須完成的目標 來寫助我們做出更 general 或者是一些更穩定的一些特徵 另外就是 在這種new word 方式 它大概是怎麼分析的 以及它的難點 OK 那在資料科學 在這個題目上 它可以幫助我們做到什麼事情 第一就是很實覺 就是scale 就是說 我們利用不管是程式 還是一些演算法 我們可以做到 可能十幾萬或幾百萬 這種非常大規模的分析方式 相對於我們過去可能是 譬如說用人空 或是用經驗上 可能一個一個賬號這樣去點去看的話 它其實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好的scale 那第二個就是 majorment 就是說 它可以利用一些比較客觀的指標 譬如說 ospracial勝率 還是一些 資料科學上面它的指標 可以幫助我們有一個更好的判定 第三個就是說 在資料科學裡面 其實它有一些取樣的方式 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 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假設你在社群平台上分析 譬如說 我們在臉部上分析 假設你不是它內部的人 你要取得這些所有的資料 才去做分析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必須透過一些抽樣的方式 來協助你完成這個題目 那當然有行的話 就是也有不可行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剛才講到 基本上我們不會有太多這種 label的data 就是說 到底哪些帳號是假的 其實公文這些研究資料 就做不掉 基本上這些是其實蠻少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假帳號這個東西 其實它有很多種不同類型 譬如說 它會有控制的 就是說 它的帳號 它雖然是證人 但是它底下有很多假帳號 在幫它做一些行銷 就是做一些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我們一般比較常看到 就是它可能真的做的 很單純的假帳號 就是說可能頭像也沒有啊 然後就是一直貼總告 我們一直用supporter 或者是說 其實做這些分析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一些帳號 它可能是比較是活躍的 或者是立場比較激進的帳號 那我們也要想辦法說 如何從這個分析方式說 要把它去離開 因為基本上它是屬於正常的使用者 那第二個 有提到的就是 hbrimption 就是歸因的方式 就是說 除了就是說 你可以在演算法 還是一些分析的方式 找到一些特徵之外 我們必須要去找出它的原因 那有幾個原因 有幾個重要就是說 第一 它會關係到你的引用 就是說 你這個分析做出來 到最後你需要使用的地方 以及就是說 你找到歸因之後 它這個特徵會是比較不會改變 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 這些行為者 基本上它會有一些重要的目的 譬如說 假設它是商家 它可能就是必須要做一些行銷的宣傳 那它有一些KPI就是一定要達到的 那它這些特徵可能就會比較固定 可是你說手法的話 大家應該都有被假賬都講過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技術是一直流進 早期可能它可能頭像的 我放的就是非常簡單講 這樣好 那近期你會看到很極端的 比較精細的例子 就是說它可能會去偷某些興趣社團的人的所有的圖片 然後就是跟它複製一模一樣的動態涂鴉牆 那基本上都是都透過跟這種平台不斷的公和跟進房 基本上它這個技術是會一直演變 那第三個的話 就是說 資料科學也比較難做到 就是說 在我們很小量的數據的時候 它要取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特徵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會盡量避免就是說 你會看到一些比較淺層的特徵 就是說 可能有這些特徵的大部分 都是假帳號能源的 之所以不那麼做 就是說它很容易抓到 就是corner trace 簡單來講就是說 做假帳號的商家 可能有一把家好了 可是你剛好不小心看到這家 好 它可能有一兩個特徵 可是你 不一定能推不到 可能說一百家這些商家 所以我們必須透過就是說 小量的資料或歸音的方式 來找到更 更 根本的它的成因 好 那一些比較固定的特徵 第一個就是剛才講到 我們希望去找它更底層 它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資料科學裡面 大家如果有聽過的話 大家會知道就是說 基本上特徵會決定你 不管說這個模型的上限 還是說它的成效 大家可以想一個簡單例 就是說 假設我只有給你男女這個性別 然後我希望你去 預測一個客戶的流失 這就很難 但是如果你有它的實用行為 或是它的職業 還是等等一些特徵 那它就會比較好預測 那第三個就是說 其實做這個議題 它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你還必須考量到成本 那譬如說 等一下也會講到這種PDT 它基本上算是 滿公開的一個社群名單 基本上簡單就是寫一個Postle 基本上大家都有open source的東西 就是可以把簡單的資料拿下來 可是如果你要去取比如說 輸入的資料還是什麼 一些其他社群平台 假設抖音好了 基本上你要取樣的時候 都會很麻煩 所以你必須考量到說 取得你這些研究資料的成本 第二個就是說 你也要考量到 你取到這個特徵它的impact 就是說它帶來的效果 就是說 那有點類似期望值的感覺 就是說 你取得這個特徵的成功 幾率大概多少 那你可以達到多少成效 譬如說 分享的特徵它是比較有效的 但它成本可能也不高 那你可能就先收集這樣 OK 那這邊也有一個 也算就是它開源的一個 類似分析的架構 它是接近那個TTPS的一個架構 那簡單來講 它是類似一個資安的概念 就是說 他們會針對一些資安的 譬如說 駭客攻擊 它在不同的階段上 它會有一些歸類 那譬如說 它會簡單分析的類 就是 就是計畫 preparation 準備 以及實際執行 跟evaluation 最後它的評斷 那它就是 把這個 disinformation 基本上就是 類似不實訊息 或假新聞 這些東西 它做一個 概念的轉換 那我們看到實際 譬如說 真的有假新聞 或假帳號在活動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到 最後一段 就是expulsion 就是說 你已經實際看到它的行為 甚至做出宣傳 攻擊 其實已經到末段 那我們必須找到 那 前面後後面 譬如說 它的measurement 就是說 它一定會 假設我是商家 我會有JPR 譬如說 我一個客戶委託我說 我雙十一要做一個處案 那我會 定一些 譬如說 曝光率還是什麼的成效 我們就去 看說 成效它有沒有一些特徵 以及就是說 它最初的時候 在制定這個行銷企劃的時候 它會設定一些指標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這裡主要會講到就是 preparation 就是說 它在準備的時候 就是說 它要做這個行銷 就是大的促銷 基本上它不是憑空 馬上 兩三天就能趕出來 它平常必須養一堆可能帳號 developable people 還需要養一些帳號 也就是說 它如果做得更細緻的話 它會經營一些信氣房體 還是一些 類似社群 還是這種東西 就是說 讓它未來的行銷 譬如說社群行銷 還是什麼 它可以更精準 所以 如何透過這些 比較底層的一些成因的話 我們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OK 那我前面就是會簡單講一下說 那就是說 假帳號這個東西 它前面的一些成因 或者是它的商業環境 以及它的一些行程的商業的 這也是利用 基本上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電腦可以隨便Google一下 就是你要買帳號這件事情 基本上非常容易 那它都會講說 我的這個帳號是最棒的 這個非常安全 然後甚至 它也會就是說 年份上 譬如說 可能五年前會比較貴 因為五年前 假帳號沒那麼多 那它 基本上 它是一個比較不容易被攻守 可是你近年來 它那個假帳號很多 可能就會知道說 它的年份其實 越近的 平台其實比較容易偵測到 因為最近才有這種大量的 加入這個假帳號的一個大量自動化 那另外一個 我有幫你查到一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中國它也會有很多這種 譬如說FB的行銷方式 但是 那時候 就是會覺得很奇怪 比如說 中國一般來講 它是正常用戶是不能使用Facebook帳號 但是 它們其實做很多那種對外貿易 所以基本上 做這種外貿 在FB上的行銷 也是它們一個蠻成熟的產業 OK 那 上面就是講說 第一它是一個很成熟的產業 第二說 基本上要去申請一個假帳號 是蠻容易的 那如果你要自己做也很容易 你就是 申請一個去mail 然後加朋友 這樣 可是如果你自己 實際去操作看看 你就會發現說 你第一個遇到的難點 就是說 其實加朋友這件事情是 蠻困難的 如果你是 純粹建立一個新的帳號 那所以就是說 你會發現 連我們個人使用都很困難 那如果你大量使用的話 基本上跟這種 個人操作其實會有 很大不同的一些特徵 那另外一是說 你也會看到一些 更完整的系統 就是說 它這個叫群控消系統 就是說 它會有類似一些 類似 虛擬器之類的 它可以讓 譬如說你一台電腦上面 可以同時 控制二、三十台手機 那 如果你有一些 想要轉發 或者是分享 或按讚的一些行為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用過一些 很成熟的工具 來完成這件事情 OK 那我們會講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要使用 這個Social Network的方法 就是社會網絡來做這個分析 那 剛才有講到 就是假設你要做一些 精準的形象 你會經營社群 那你把它反過來的方向 就是說 其實我們每個人 在真實的社會當中 都有一些基本的人際關係 那 基本上 臉書這種社群評論 它大部分也是 反映你在真實中的人際關係 那 假帳號這種 跟一般人 它不一樣的教育結構 其實 很適合來分析這個題目 OK 那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那 那 anels前面這個 就是先解釋 是什麼 是Social Network 大部分 會講到 Social Network 是不是FB 什麼Twitter 這種 社會網絡 但是其實不是 社會網絡其實 它源自於 應該是 社會學的一個概念 那 接下來來講 它就是把這種 歡吸 或人際結構 抽象成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 團式 那 接下來來講 就是說 類似這個組 我們可以把想像中 這個每個點 就是 比如說 我們在座每個人 那 就是 每個人是一個點 然後 可以叫做 Node 或 Rutex 或 Active 就是一個行為者 那 我們之間會有關係 譬如說 我跟Rock的關係 可能是我們之前是朋友 那 可能 後面的幾位也是朋友 那 可能我跟外面的某些人 是仇人之類的 就是說 你可以定義各式各樣的關係 來去完成你的資料結構 那 在臉書裡面 當然就是 譬如說 我們兩個是互相朋友的關係 類似這種感覺 那 它相對於 就是我們一般的統計方式 其實是把一個人 都 視為一個不利的點 譬如說 我只看你的年齡啊 收入啊 等等 但是 我們沒有考慮到就是 任何的行為使用者時間的關係 其實 它是缺了一個角度 那尤其在這個 譬如說 社群平台上面 其實 是蠻適合的 那另外就是 金融也有 用在 譬如說 short detection 就是這種炸氣的 或者是 有人在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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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叫做 Econ Network 就是說 大家可以想像 就是說 假設 平台那麼大 如果我們要去找這些 假帳號 其實是 非常困難的 那 如果用一般籌樣的概念 就是說 譬如說 FPE 假設 全部的帳號 算100個毫 那如果要籌樣 可能就是 就 抽20個毫 裏面上 如果是正常的 抽樣環境 它可以 呈現出母體的 正常的分布 可是 如果你自己想 如果是 用關係的角度 去做的話 譬如說 我們三個是朋友 然後 大家後面是一些 朋友 或是其他外面的人 也是一群人 可是你這樣抽樣的話 其實會破壞 你的關係結構 所以 它這個Ego Network的方式 就是說 我先從 譬如說 你偶爾還是會遇到 角度 你就先從一個人出發 那你就找他的朋友 以及朋友的朋友 那你基本上 至少 可以保留他的關係的 完整性這樣 那 第一個就是講到 其實它是一個 抽樣的考驗 就是 我們考慮實際上 我們不是 譬如說 臉書裡面的人 基本上你很難拿到 全部整體的資料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必須 透過一些 這種 比較特別的 抽樣方式 我們要 維持這個關係的 完整性 那 它有一些 它有一些 用詞 譬如說 Ego就是 可能是中間原本的 自我的點 那其他外面的人 它會稱之為LTrain 這個 非常重要的 那 我會講一下 就是說 它的分析的 一個流程 好 那 等一下來講的話 一開始我們 一般來的資料 成績的步驟 我們都會先透過一些 比較是 互動的軟體 像是 Tableau 怎樣 這個 Eliant會用 就是說我們透過一些 互動的一些 視覺化的軟體 可以找出一些 譬如說 資料的分布 或一些簡單的關係 那 第二個之後 就是 我們透過人工 找到一些 比較好的 Ensight之後 我們會進行 層次的 coding 就是把一些比較固定的東西 讓它可以自動化 第三個 我們大概就是要評估我們的成效 OK 那 我使用的這個 Network 就是網路的世界 就是有網路的 叫做Gaphy 那它也是開人 就是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一下子去使用 那 它是蠻多種 知道結構的格式 譬如說 Graph的 或者是 CSD也可以 那它會 要有幾個Table 第一個就是 你要定義 我們的關係 比如說 Edge Table 那它就會要求 要有一個Source Target 就是說 誰對誰做什麼事情 那當然 朋友結構的話 就是 五項的 就是 朋友這種關係 理論上就是 你是我的朋友 我應該是 也是你的朋友 對 但雖然有時候 可能不一定 就是他不把我當朋友 但也有可能 但總之就是說 它有分 比如說方向性 比如說 我討厭他還是什麼的 以及沒有方向性 比如說 朋友這種結構 那第三個 就是說 我們會賦予每個人一些 傳奇的特徵 比如說 他的年齡 性別等等 那 接下來來講就是 你會輸一個C的實力類似 就是 假設以PTT的指教來說 就是 比如說 A對 A對 B 按了一個讚 然後 比如說 這個 個人誰 按了一個區之類的 那另外一個 Table 就是定義的屬性 比如說 他的 顧客等級之類的 就是 你可以幫你的一些分析 做一些 交換你求要的屬性 你看 我大概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軟體 大概是 怎麼做的 不行喔 好 那他一開始就是 資料輸入進來 然後就是 會先這樣 有點密集口具證的東西 這樣 通常是因為 資料料量太大 那我們一開始 通常會使用 做的步驟 就是我們會把一些 比較弱關系的 東西 先篩選掉 那如果在 因為我是用 FBE的 模擬的資料去做的話 我們可能先把 交換解構裡面 幾乎沒有 朋友的人 先刪掉這樣 比如說 Degree就是 它旁邊有連了幾個點 那比如說 我們先 比如說 篩 然後你就會看到 滑上去 是比較順暢的 那就是 我們可以做 進一步的分析 那他這邊有個 Layout 那他Layout的話 就是他會 透過他的關係 去完成一個圖 那他的演算法 也很簡單 他的演算法的 原理就是說 假設我們兩個 之間是有關係 有一條線 我們就會靠比較緊 那可能 我跟Rock比較沒有關係 我們是秒線 他就會有一個 一個護次裡把它 拉開這樣 好 那現在看到 他其實慢慢在 擴展 但是有點太慢 那 把他加速一下 比如說 他這個可以調 速度去30 好 那他就會開始 依照他的關係 去做一個擴展 好 對 大概就是說 他會 因為他這個是類似 叫了幾個的東西 那基本上 他有類似概念 就是說 他中間 這個是一個 浴槓 就是我從這個人 把我清單 去出發 然後我會去看說 他好友 因為正常來講 就是說 你好友之間 的好友 也會 有關係 比如說 這群你是 你的小學方學 別人障害人 或互相認識 就是好友結構 他是會有一個 互相的一個情境 那譬如說 上面是可能 見到社群朋友 或者就是說 他的好友結構 基本上會 呈現出來 一個他的 互動的方式 那是 講帳號就會有 比較不一樣的成績 然後 講報 那 可能大家 有大概知道說 這個 譬如說 操作方式 那我大概講一下就是說 就是剛才有講到 就是說 綠色是一個EGO 就是我觀察這個人的 好友情單 那 譬如說 橘色就是他的好友 那 紫色是他 好友的好友 那 很正常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好友之間 基本上他也是會 互相認識 就是 譬如說你的小學同學 會互相認識 但是你的小學同學 跟你大學同學 他就不會互相認識 那 他們認識的人 有限嘛 他就會靠近一點 那 他不認識的人 就會把這個群聚 拆開 那 這邊是一個獎帳號 那等一下會講 為什麼這個比較小 基本上就是說 綠色的點是 一個獎帳號 然後 橘色是他的朋友 然後 這個 紫色是他 他好友的好友 然後你就會發現 他的結構 很奇怪 就是說 他的結構 是很鬆散 就是說 他好友之間 基本上是 比較沒有共同好友 跟旁邊這個 就是說 一般的好友的結構 其實不太能 這樣 好 那我們就會講說 那既然我們有一些 insight 或是 finding 那我們如何透過一些指標 來協助完成 自動 或者是比較快速 判斷這件事情 那 其實 用一個演算法 可以做到類似的事情 就是叫做 PageRank 那大家可能知道 就是說 他其實是Google的 一個網頁排序的演算法 那他就是說 假設 別的網站引用 譬如說 BBC啊 還是CNN 這種大家很多人 引用的網站 其實 他的重要性 會比較高 那如果你在一般的人 性關係來講 就是說 因為是你 從你自己的Ego 就是 算出去的網路 那別算 如果 放到 比如說 搜尋你整個世界來講 你的狀況性也是很高 可能大家都會跟你做朋友這樣 那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 假帳號的 社交關係 就很有趣 就是說 他的好朋友之間 第一 都沒有 互相的好朋友 而且 第二個就是說 他的量也都是很大 就是說 這個感覺 就是有點類似說 譬如說 我是一個假帳號 我有五千個好友 然後我五千個好友 裡面都有五千個好友 但是幾乎 他們 都不是互相共同的好友 所以他在這個 權重的貢獻上 就會很分散 到時候 PageRating算出來 就是很低 所以 我那時候 初步做一個判斷的方式 就是說 這是一個帳號的Ego Network 他很生出來 但是他的PageRating 卻不是最高 最有影響點 那基本上他的風險 應該就算比較高 那這邊就是 Record到我們這個 教育裡面就是說 他基本上做這個帳號的時候 會有一些成本 或者是操作上的難點 他是無法跨越的 那最好就是可以利用這些特徵來 讓你做出來的東西 是比較穩定的 而不是說 他可能換個大頭貼 還是什麼的 換得比較像真人 像最近還有那種 什麼 Diptony的技術 他可能就是 瞳孔是類似的 但是他的臉其實都換掉了 那這種淺層的特徵 至少你可以規定掉 第二個 我們初度判斷的可能性是說 因為他是商家這種大人的行為 基本上 假葬到現在要嫁好朋友 已經不太容易了 早期可能你會看到說 這個是帥哥或美女 比如說 好像不錯 那你把他嫁一下 可是 你會發現現在大家都 沒有緊急性 可能過兩三個月 就會有人去嫁好你 那你就不容易被騙 第二個 就算你不小心 給他蒙到 那他們彼此之間是共同 還有這件事情 機率又會更低 所以基本上 他也不太會做這種事情 應該說 可以完成這種事情 第三 就是說 我覺得比較可能的原因是 成本的控管 就是說 你大量操作的話 你必須存在空間 如果你 假帳號之間的朋友 是有共同好友的話 基本上 臉書在刪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 因為假帳號的朋友 大部分也是假帳號 他就會一起刪掉 那 對你在操作上 其實這樣就會有 比較大的風險 那 比較好的方式就是說 我每個帳號是一個 固定的點 我殺了一個之後 我就馬上去 創一個新的 而不是說 我整批卡 我們前的帳號都可以 砍掉 那 對他來講 損失是滿大的 OK 那後面基本上 我們在做 Python的程式 撰寫的時候 步驟也差不多 只是說 我們會用一個 package 叫iGraph 來協助我們完成 上面那種 自動化的事情 OK 那第二個 就是說 等一下 可能 或許有時間也會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會用一些 community detection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會觀察 帳號的不同 群若 就是說 他們關係比較緊密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 演算法是可以看到 它是否屬於 同一個群體 大家可以做一些 細部的分析 因為 比較趕 我 就是直接跳到 就是我們的 result跟finding 這些 就是說 資料科學 我覺得 它協助這個議題 最大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 Guy-to-down scale 就是說 這麼多帳號 比如說幾千 幾萬 幾百萬 那 如何利用程式 或資料科學 其實可以 找到這些 相對於在平衡上 比較稀少的一些 逆常的帳號 那第三個就是說 剛才有講到 Ego Network 它其實 一個有效的 抽象方式 以及如何 透過這種 互動的人際關係 去做一些 Networking的技術 可以幫助到這個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說 其實 它這個 假帳號的攻擊 跟平台的防御 其實它是一個 動態的過程 而且它的演技 其實也非常快 那其實有一些 比較淺誠的一些 特徵 比如說 按讚數 分享數 其實現在基本上 都不太能成為 一個判定的狀況 因爲 大部分商家 已經克服了這個 困難點 那 第四個就是說 其實我們做分析的時候 會發現 其實定義這個 關係是蠻重要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關係 定義沒有這麼準確 基本上 後面的 不管怎麼操作 其實會很難分析 那當然就是 我這邊的後續 也會有一些 研究 就是說 如果把這些 步驟自動化 那 以及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 更根本的因素 剛才有提到 譬如說 它創建帳號 還是做一些事情 其實有一些 無法跨過的 困難點 那我們可以把它找出來 那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如何 結合一些 一些基本的特徵 譬如說 成立時間 分享還是什麼的 結合這些 networking 的一些特徵 來做一些綜合分析 那 就是 如何找到一些 不能 避免的一些特徵 譬如說 他一定要做 譬如說 他是商家 他一定就是要做宣傳 那 你就可以從這些 異常的宣傳去 回推 說 他的行為 或是動機是什麼 其實是會比較容易的 譬如說 沒辦法避免就是說 近期才是大量成立 那其實很多新的帳號 他假帳號的成分 可能 比起前五年是 濃度相當的高 譬如說 假設 大概這個是不同的 譬如說 PTE上面平台 其實會有IP 那 基本上如果你要做這件事情 不管是跳牌 還是做IP 基本上都會 也前途是馬蹄 會被發現 那 這邊是 我剛才介紹 等一下輪到艾莉講PTT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講一下社群網絡 還有其他的分析在PTT的應用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的背景 就是我跟Kevin是在電信公司的時候認識 然後被他推特去做這個議題這樣 那之後呢 他就追隨他的理想去繼續做假新聞研究 然後我就追隨金錢到那個半導體公司這樣 那 除了原本我在電信業很常做的Machine Learning 然後跟那時候有碰觸到Social Network之外 我在電信 我在半導體這邊比較常做的是Tax Mining 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想交流都可以 然後另外就是我是一個戶外活動空 所以有這方面想交流的話我會更有興趣 好 那這個我們的背景呢 我們是在2019年的這個總統大選的時候做的這個分析 然後那時候就已經是網軍我所不在的時候 那我們都可以覺得有一段時間幾乎是得網軍者的天侠 就有像Trump那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們覺得這議題非常重要 所以就開啟這議題嘛 那 可能這件事情已經過了一段時間 可是 其實假新聞或是網軍他其實都沒有消失嘛 他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出現在我們身邊 像最近可能是COVID-19出現 然後或者是廣達Mail的假新聞等等的 就是以不同形式而已 所以我們就分享一下我們是怎麼來分析這個議題 然後從開始之前就是我們用到的一些工具 然後就 因為這邊應該都有一些信奉開圓教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這些工具還有我們使用方法 然後跟code都放在OCM的GitHub上面 然後大家只要搜尋於OCMTW 就可以去找到這一些我們寫的東西 然後我們在資料處理還有爬蟲 然後跟後面text mining都是用Python做的 那那個GRAPH方面 就是社群網路分析我們是在那個圖心畫照庫 NU4J上面的設計 然後探索性資料分析是做在Tab上面 那大家如果有其他擅長工具 其實都可以使用像是Power BI等等 好 然後我們拿的資料當然就是PTT的資料 但是因為我們在抓的過程當中會發現PTT的資料 因為怕備份過後 我們就在某一個時間點之前的舊資料是拿不到的 但是因為我們會想要再取得一些 我們比較想關注的帳號 它以前的行為 它的歷史行為 所以我們就輔助的去看這個PTT Web 然後跟另外的這個網頁 這兩個就有那個備份資料的資料 然後那個Kevin大師還有PAT 坐爾寫了兩支爬蟲程式 就一樣放在那個剛剛OCM的上面 好大家都可以直接去取用 好那我們取的版 就是最多在討論政治的正黑版跟八卦版 那我們做的那個專案是在11月的時候做 所以我們當時就是取最靠近的這兩個月 就是10月和11月左右 然後另外呢 就像剛剛我提到的一樣 我們會有一些想要觀察的異常帳號 這時候我們就會不只看 正黑版跟八卦版上面的行為 我們會去看說 它還有在其他的版上面 是什麼樣的活動軌跡這樣 好 那裝下來呢 大致上比較重要的欄位有這一些 就是有一部分是 就是跟文章相關的 就是這個文章的標題 然後跟它發文的帳號 還有它內文有哪些 然後跟發文時間跟發文IP 那另外就是跟回覆它有相關的 就是它的推虛文的帳號 然後跟他們的IP 還有它推虛文的時間 還有它推文虛文的內容 然後跟推總數跟虛總數 這邊還有包括箭頭這樣 那另外呢 因為我們覺得有沒有 這篇文章有沒有報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變數 所以我們另外去計算出來 這個延伸變數 那在資料律處理方式 因為我們想要先律掉一些雜訊 所以我們就把完全沒有留言的文章 先把它刪除 因為我們覺得網軍不會有這種 邊緣人的現象產生 好 然後另外呢 因為這些文章 並不一定都只有包含政治 就是八卦版其實是包羅萬象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有統整了一些 當時在選舉期間 比較熱門的關鍵字 然後去用這些關鍵字 篩選出我們想要的文章 就是只要有包含這些關鍵字 就放進我們的Data Source裡面 那接著就來在Table上面 我們去做一些 知道的探索性分析 好 那我先換到Table上 會不會很小 可是妳這樣還行 妳這樣還行 妳這樣還行 還是還行 好 那我這樣原本挺好 就是一開始 對這個資料還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我們先在這個上面 去做一個 對這個資料做一個基本的了解 然後順便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異常的行為 可以分析這樣 那我們爬出來的八卦版 政治文跟正黑版 這兩個月的文章 總共的篇數是五萬多篇 就是只有包含政治的 內容的五萬多篇 然後不重複的發文ID數 總共是五千多個 然後恢復數是兩百多萬的這樣 然後從這個圖上面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到說 這兩條線 黑色的是正黑版 它的發文的量 文章量 然後紅色的是八卦版的文章量 然後背景這個 就是有填滿的這個紅色 是八卦版的回復 回復的量 然後灰色這邊是正黑版的回復量 然後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十月到十一月 越來越靠近全局這段時間 比較有數量 發文量上面變化的是正黑版 就是它有呈現一個上升的趨勢 但是八卦版就是一個比較穩定的數量 然後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正黑版它雖然發文的量比八卦版還要高很多 但是其實它回復的數量只有八卦版的一半不到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因為在八卦版上面其實可以引起更多的討論 然後這就是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為什麼在買賣帳號上面 那個八卦版的帳號 備用就會高很多的原因 因為它其實可以帶出 就是比正黑版還要多出這麼多的討論 然後另外在回復的數量上面啊 就是後面這兩個 粉紅底跟灰底的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在這段時間它都有呈現成長 那這當然我們會覺得是一個 選舉之前的正常現象 但是如果大家會存疑的話 其實也可以針對這段時間有成長 裡面去看看是不是 某一些異常特別帳號的作為這樣 就可以去觀察 然後另外我們去看說 在這一些回復裡面啊 大部分都是推 然後虛是佔比較少數的 然後我們去看了一下 每個ID的發文數分布 會發現大部分的ID 他們就是中位數 他們是發兩篇文章 這裡 中位數是兩篇 然後有95%的ID 他們發的文章數量是46篇 太小 46篇以下 然後所以有 就是上面5%就算是極端值 這些ID他們發的文章數量都超過46篇 然後這裡我們有統計過 總共是有297個ID這樣 就是這些ID會是比較值得 可以去看說他們發文數特別多這樣 所以我們就去看了一下 每個ID他的發文量 可以去看說 最高的前面的幾個 有哪一些ID 然後 其實我們在這個EDA 就是探索性質要分析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去抓 隨機抓幾個 我們覺得值得看的ID 然後去看看是不是有什麼異常的行為 因為就像剛剛Kevin講的 就是這一種project其實是沒有一個 原本是沒有一個答案 它是五間都市的 必須要靠我們分析跟人工的判定 來找出那一些異常帳號 然後另外再來看說 每一個ID 它產生的推虛紋的加重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個DN這個 這個帳號 它其實可以產生非常大的聲量 然後像底下的這一些 就可能是一些KOL 就是PDD上的KOL 然後或者是版主等等 那我們把剛剛那個 各ID的發文量 當成X軸 然後跟他得到的推虛加重 當成Y軸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像右邊的這一塊 就是有一群他們是 我剛提到KOL或者是版主 他們發文的量也多 然後他們得到的推虛加重 就是得到聲量也算多 那像這個DN 他相對發文量沒有這麼多 但是他得到的聲量非常的多 然後他算是一個比較極端的存在 如果我們不要撇除他不要看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左邊這邊有幾個帳號 像是這邊Beard Dog 然後Johnny什麼的 這裡的幾個帳號 他們就是可以跟這些KOL 得到相同的聲量 但是他們其實不用發這麼多文帳 就已經得到這麼多聲量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會覺得 會判斷說 他其實可能是有協作的帳號 在幫忙他 拉抬這些聲量這樣 然後我們去看說 這一些文章 我們去看看各ID 他的發文跟他的報文比例 就是其實是上面這張圖 但是我們把它列成這種樣子來看的話 就會看到有幾個帳號 像是Beard Dog 然後TABU什麼什麼的 他們其實發的文章數不多 但是他們的被推的量都非常的大 然後他們報文的比例幾乎到了百分之百 這都高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些帳號去下手 看他們是不是一些比較可疑的帳號 然後EDA的部分大概是做到這樣子 我們就進行其他的分析 所以剛剛從EDA裡面 我們就看到了 我們說得到這個資料 一些比較基本的 對對資料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們也去找到說 有一些比較值得關注的ID 還有他們比較值得關注的行為 然後在這之後呢 就去做後續的分析 那一開始我們後面分析的Flow 就是一開始會去看說 這些帳號他們 因為就像剛剛Kevin說的 他們都是一個像網絡的關係 然後我們會去找出這個網絡 他們裡面的每一個群體 就是他的community 那再去找出這個community當中 比較重要的ID 然後這些重要的ID 他很有可能就是 他也可能有部分是KL 但是他也有部分是像網軍 然後他會一直發文 那如果他是有網軍的話 他就會有一些協作的ID 就是去協助他推文 然後我們會去看這一些 不管是重要ID 或者是協作ID 他在其他版的行為 然後跟他歷史的行為 那另外我們再去找出 這一些community 他的政治傾向 然後綜合了這一些ID 還有他的其他的行為 跟他的政治傾向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人工的判斷 我們可以去看說他到底是不是一個可疑的ID 就是他有沒有很多異常的行為存在 那最後我們就會產生一個可疑ID的list 這樣子 那比較理想的狀況當然是未來 就是在這一些ID的list裡面 我們可以歸納出他到底有某幾個行為 所以他就會是 我們就可以把它歸為正常 異常的ID 然後可以去用自動化的方式 去找出哪一些是符合這些異常行為的異常ID 那先講 最一剛開始 用Social Network來分析 那這個因為剛剛Kevin也介紹過 所以我就不多說 然後講一下可以使用的工具 就S&A的工具 除了剛剛Kevin介紹過的Gaffy以外 就大家可以去用程式寫NetworkX 這它是一個package 然後另外還有剛剛Kevin有講到的iGraph 這不是在Python對不對 它還有其他語言 它是從R過來 喔它是從R 好 這是用語言去寫的話 那另外你也可以去用GraphDB來做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選擇用GraphDB 用Neo4j 然後原因只是因為比較潮 好 那我們網路組成方式 就是PTT上面的每一個ID 都是一個節點 然後裡面的邊就是 只要有推文就算一個邊 就是ID1它推了ID2的文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視為 它中間有一個連結存在 然後這個連結的權重呢 是用ID1推ID2的所有推文次數的加總 來成為它的權重 所以這樣子之下 我們就會形成了一個網路 可能長像這樣子 當然就更大型啦 但是為了去除掉一些比較弱的連結 我們只有保留推文次數大於10次的關係 就是如果ID1只推了ID210次以下 我們就不會保留 因為也可以推測說網居跟它的協作的網居 並不會只有推這麼少 是不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Neo4j上面長的樣子 你過程都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 都可以討論 這是Neo4j 然後我已經先把ID跟連結的關係都先放進去了 然後我們可以隨機看一下 就是它長的樣子 就是它這邊是隨機取了25筆 就可能很小 可以取一個大一點 假設取個1000好了 很大 Neo4j上面其實也會有一些效能的問題 尤其是在顯示的時候 如果你要把一些演算法 它其實都蠻快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顯示它 就比較會遇到這類的問題 它也是需要去調confib 就是你在建構這個DB的時候 因為它也很吃記憶體 那我們隨機去看1000個ID的話 可以看到大概是 就是如我們所期望的 它會有一個網絡的情況 然後你也可以從它中間的這個 比較黑的連結去看說 有哪幾個帳號 它其實可能是比較多人去推它 比較黑的地方 其實我們那時候用了這個之後 就有去 就有從這裡面挖掘了幾個ID出來的 好 然後回到剛剛 PTT 那我們剛形成了網絡之後 因為它的網絡非常多的ID 所以我們想要去看出 這個網絡裡面是不是有幾個群體 那這些群體當然他們就有可能是 成群結黨網絡 或者是他們只是單純相同的傾向 但總之我們想要找出 這一群一群的人 然後跟他們的政治傾向是什麼 那這裡去做 Community Detection 就是去找出它群體的方式 我們是用一個叫Luben的演算法 然後它是去最大化它的Modularity 反正你就可以把它想成 它在群裡面的那個 每一個節點的邊 然後去比較說群 群裡面每個節點跟外界的邊 的差異 那有點難懂 但總之如果 它的最大化它的Modularity之後 它的結果就會是說 在每一個群裡面的連結 會是最強的 但群跟群之間的連結 會是最弱的 然後在這個案子裡面 就會是說 它的群裡面有很多人會互相推文 但是群之間的推文的現象就會比較少 然後它是經過一個疊代的方式 就是 這邊不用很贅述 總之它就是有兩個Face 然後第一個Face的時候 它會先把每一個Nod 都算成它自己是一個群 然後接著它會把每一個Nod 去跟它的鄰居合成一個群 之後去計算它的Modularity有沒有增加 如果有的話 我就 我就 我就挪到新的群 我就兩個群併成同一個群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停留在原本的群 然後最後就會出現一個像這樣子 就是這裡有一群 然後這邊有一群 這邊挪到四群 但是它到Face2的時候 會把這個四群都各變成一個節點 就是把壓縮成四個節點 然後再重新回過頭去 跑第一個Face做的事情 這樣子一直疊代之下 然後去產生那個群 那在NuhoJ上面 只要安裝套件 你就可以直接去跑這個演算法 就是一樣 那在bhub上面 我寫說要怎麼操作這樣 然後NuhoJ是使用一個叫Cypher的演算法 那因為這邊我已經跑過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去看那個群 跑出來的結果 那在這個ID裡面的分析 總共跑出了四萬多個群 然後我們去取說 群的人數大於一百的去看 總共是有七個 所以如果說一 我們來看一下 煙火爵上面的結果 然後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 然後就可以 就可以看到說 它的前面幾個最大的群 因為這邊是Oderby群的數量 所以就可以看到前面幾大的 就是第一大的 總共四百多的ID 然後就可以看到說 一個大概是兩百多個這樣 那如果我們想要細看說 它的各個ID 裡面的成員 其實我們就可以去看說 比方說像這裡 這一個最多人的ID是 Community是116 所以我們去看116這個群 我們就可以去看到 這個群裡面 就是的成員有哪一些 然後中間會有一些比較密集 跟別人連結的關鍵成員 那在這一步的時候 會發現說每一個群 尤其像這個大群 還有四百多的人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找到 裡面比較重要的人 然後這時候就 我們使用的是 剛剛Kevin有提到的 那個PageRank 那因為他剛剛有解釋 所以我就不多解釋這個部分 那一樣呢 我有在Neo4J上面 已經跑過PageRank 所以已經有得出它的結果 那得出來之後呢 我就可以去看到說 每一個群 像最上面 這是人數最大的三個群 裡面的最重要的ID 有哪些 就像第一個群 它最重要的ID 就是這個大陸開頭 它是一個版主的 某一個版主 反正也是一個KOL 然後每一個群裡面 都可以得出 最重要的前面的幾個ID 這樣子 看你想要找幾個都可以 所以我們在分析上面 我們就率先從這些ID下去看 那因為我們想要知道每一群 它的政治傾向是什麼 所以這裡就有配合Tax的方式 然後在做Tax的時候 我們把PTT的文章 內文全部拿下去 做Tokenize 就是使用中研院的ZKIP 來做Tokenization 然後接出了很多的Token之後 我們就去確認這個文章 它是什麼樣的政治傾向 那我們也列出了一些政治傾向 它的對應的詞彙 然後去代表說 如果它的這篇文章裡面 可能包含這些的話 我們會判斷它是偏綠 或者是偏藍 或是偏第三次例這樣 那在我們找出這一個文章 的政治傾向之後呢 我們就去計算這篇文章 對這個政治傾向的情緒分數 就是說它對 比方說對綠 它是比較正面的情緒 或負面的情緒 然後對藍 或者是對第三次例是什麼樣的情緒 那歸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ID 當它發了很多很多都是 對綠正面情緒的文章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ID 歸為它是偏綠的ID 然後我們把這些ID都歸納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找出 這一個群的政治傾向 大概就把它分成 偏國民黨或偏民進黨 跟偏第三次例 還有反第三次例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 剛剛有分出了七大群 然後這七大群裡面 我們可以去看到說 像第一個 它大部分的ID 就是它在偏深藍的這邊的比例 就是高於其他的偏綠 或者是第三次例 所以我們把它歸為深藍的網絡 那第二個群呢 它一樣是偏藍的人數 有比其他的還要更多 但是因為他們的差異沒有像第一個那麼明顯 所以我們把它歸為偏藍的網絡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 第三個群 它的那個偏綠 就是偏綠的ID 它是多數額非常多 所以很明顯 我們把它歸在深綠網絡這樣 然後回去講一下第一個 就是這個第一個我們其實有回去看說 它裡面的那些比較前面的ID 然後分析下來之後 發現它其實是一個最常提到 蔡英文的網絡 然後它PageRank較高的那些ID 它都包含著一些 包含韓粉 然後跟反離禁黨的兩種傾向 所以其實就可以去證實說 我們歸納出來的深藍網絡是正確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剛剛提到的深綠網絡 去看一下它PageRank比較高的那些ID 裡面很多都是包含的放含的傾向 就是這邊都是從PageRank完之後 再去符引人工的判斷 然後底下一樣 我們去用它的分布來推測說 這個是第三勢力裡面的網絡 這兩個都是 但是因為這個網絡 它的人數總共是400多個人 所以我們法規在第三勢力負面網絡 然後叫做大 然後另外一個是小 那最後一個呢 因為它的每一個群 它的分布並沒有差異非常大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明顯傾向的群 那我們去看一下它PageRank比較高的幾個ID 包含的是滿多過去跟現任的版主 好,那剛剛透過EDA 然後去觀察出一些比較值得關注的行為 還有ID之後 因為我們又去看了S&A 然後去找出S&A 每一個群裡面比較具影響力的ID 然後再用Text去判斷它政治傾向 然後另外再加上人工去收集 我們知道的異常ID跟用Voy 不管它說上面的那些異常ID 是不是有網軍的傾向之後 我們就得到一個SuspiciousID的list 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分享幾個 我們覺得比較異常的行為 然後這個ID是Beard Dog 它所屬的網絡是深綠的網絡 然後它異常的行為就是 就是一開始有提到在EDA當中 它的報紋比例相對非常的高 然後它發文量相對是比較低的 但是它可以帶到很大的聲量 然後再來是我們回去看它在其他版 然後過去的行為之後 我們會發現上面這邊是在2019年以前的行為 它大多是在Borgan 然後跟LCD 就其他的版裡面 它沒有出現在八卦版 但是我們再去抓它 2090年底開始之後的行為 它就是活躍在Gossip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它的行為上面的很大的轉變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去人工觀察 就是說它有被分身帳號檢舉的紀錄 在我們做完這個分析之後 也有上新聞 就有提到說 Beard Dog是一個假帳號 就也有人提出來過 很像是柯文哲 然後另外一個 Suspicious ID的話 它是一個 之前天下他們在做分析的時候 有曾經提出來 有質疑過的ID 然後它曾經是正黑還是八卦的版主 正黑的版主 那它所屬的網路是沒有很明顯的傾向 就是我說有很多個版主的那一個網路 那它的異常行為 就是它的發推文的期間 有很明顯的空窗期 就我們去看第一個 這個KING CODE 它是一個KOL 它就一直有很持續的發推文 並沒有中斷 那像剛剛提到比較異常的Beard Dog 它就是在2019年之後 然後Mark 2165 其實它是活躍在2018到2019年 然後後來它被天下指出來 就是有懷疑這樣 它就比較暗粗 好 那再來是 可以看到它聲量來源很集中 上面是一樣是一個比較偏網紅的人物 它們的聲量來源就會 下面就是它幫它推虛紋的帳號 它的分布就會比較平均 它都是100多或是幾十個 但是下面Mark 2165 它的聲量來源就會集中在某幾個人身上 像第一個幫它推最多的 它就推了1000多次 然後底下一樣 它的分布跟上面比起來是很不平均的 就是有幾個協作帳號的感覺 然後下一個 比較印象的ID就是這一個 它的文章量的話 它是突然間在2020年這時候突然上升 然後再來是它每天都去大量轉貼 韓國瑜跟賀文哲的新聞 然後它有被指出有多重分審帳號的行為 那時候我們會看到它好像也是因為 從它的報紋比例還是 總之是從前面EDDA的過程當中 有去看到 注意到這個帳號 然後去歸納出了這些行為 然後另外就是像這三個ID 它們沒有說出網絡 因為它們比較是寫作帳號 它們就是在Mark 2165 跟剛剛提出來比較可疑的帳號 裡面大量推文的帳號 就是在這聲量來源底下發現 那我們可以去看到說 它們的發文數量都非常非常的少 就是可能只有2位數篇 然後還有的是0或者是145 但是它們推文數都非常不成比例的高 然後這在我們分析裡面 其實就是發現網絡有兩種 一種是專門發文數 然後另外一種是專門推文數 就基本上它們通文的人就是負責推文 所以它會有這種大量推文 但是沒有什麼發文的傾向 那像這個萊姆 萊姆這個 它的推文數有1萬多次 然後它還會服役箭頭去發表它很多的言論 所以它箭頭數高達6萬多次 其實這些幾萬幾萬是在你在EDA的過程 或者是分析的過程去看 你叫一下其他帳號 你就會發現它們其實都是極端值的 因為這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數量 然後另外一個ID是這一個 它是在片綠的網絡 然後我們會觀察到它是因為 它在片綠的網絡當中 它是推文量最多的ID 然後我們也發現它曾經被檢舉有分成帳號 然後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它就非常明顯的那個程式沒有寫好 就是都在一樓推文 然後都推一樣的一句話 就是比雞烤人肉的味道很幸福這樣 而且時間點也都一模一樣 所以這就是非常明顯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 它所屬的網絡是第三勢力的負面網絡 就是反第三勢力的 那一個比較大群的那一個 那它的異常行為是 我們也注意到它 它是這個網絡裡面 Top10的PatchRank的帳號 然後它活躍期間是 2019年的3月到現在 就是在它這個之前也是 幾乎沒有什麼活躍 然後我們也發現說 它的文章中的引用來源 其實有來自微博的那個 不斷的方式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比較值得注意的 好 那從剛剛的那些現象起來 我們可以 summary 出有幾個行為 像是他們興趣傾向突然會轉變 或者是有發文的空窗期 然後或是推文帳號的集中度很高 就是去推他們的人 可能都是某幾個人的佔比很高 然後再來是可能有大量無異的推文 或是它的平均推區的加總數很高 但是它的發文量卻沒有那麼多 然後或是那些跟這些異常帳號互動的ID 那另外就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異常ID它往往都是發了很多文 但它可能不太貼文 推文 或者是它不太發文 但是它的推文量非常高 它們可能都是其中一種身份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我們可以做的是 就是那時候做了這個專案之後 就是還可以去更 更 enhancement 的部分的話 就是除了 因為剛剛有提到有test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去做說 PTP相關的段詞 因為這樣子就會是比較 把那個段詞的精準度會比較提升 然後剛剛做的那個test 跟政治相關的判斷 也會比較精準 然後另外如果想要更多的那個 就是想要知道有一些可疑ID的話 我們可以去爬更多的帳號出來 就是已經被砍的那些資料 就是已經被認定說它是異常帳號的 然後我們可以來當成我們的分析的Y 然後或者是我們也可以去透過自動化的機制跟模型 然後來尋找 就是透過我們剛剛歸納出的行為 去尋找更多的異常ID 然後或是把分析的平台延伸出去這樣子 這些都是靠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那我們這一個分析大概是想講有什麼問題 我想討論的 跟驗講沒有關係 我問一個問題 對這個議題就是講什麼 什麼 他說跟你講沒關係可以問 我問一個問題 那剛剛比方說Taren提到他用人際關係 去決定說這個人是不是假 那假設我真的有手上掌控了五十個或一百個帳號 那我不會把這些帳號去模擬那個真的人際關係 這十個是我高中同學 這十個是我大學同學 那於是我就讓他們互相信成這種偽裝的這種這種 這種一般人際關係這種樣貌 那這樣子他在上面的活動 你就會不覺得他是假的 只要那個掌控帳號的數量大到一定的程度 然後他可以做這個分群 他就可以模擬更換 那種真實世界的觀念性 那這樣那個單純的做人際關係的這個網絡 會不會有一點點缺陷 對 同樣的也是 就是他發言的內容 或者就是他推文的內容 這些 如果這些剛剛最後那個結論的那些行為模式 被確認之後 那他就模擬一下你的行為模式 去避免他 就是我盡量不要這樣的方法去吹 那這樣子這些會不會就因此就 因為彼此一直在攻防 結果這些慢慢他的效果就變得 辨識率就會越來越低 那 將來我們在做這方面有關假帳號確認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會誤判很多 也許他真的他是真帳號 但剛剛講這個版主 那其實他是真帳號 可是 我是卻被誤解說 他因為是假帳號 那我講一下就是 這一年來做的 的確會像 對朋友講到 就是說 有一些東西 你當成本或數量到一定的範圍 的確你可以做出類似的操作 那基本上 很大一多稱 剛才有提到 他們都是商家 所以他是一個商業行為 那最主要就是要去賺錢 那剛才提到一些技術什麼 基本上 的確都可以做到 但是就是說 第一可能整理太大 第二就是說 他如果做這種人際關係的話 他可能到時候被發現的時候 也是整地被砍掉 那第三來講就是說 的確就是這些 不管是 Ali講到 或我這邊講到 其實很多特徵 可能預計在半年一年 基本上都會失效 因為他 他這個就是一個平台的 一些 競合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我們希望用一個比較大的討論 就是說 你必須找到說 他 你辦法避免的一些事情 譬如說 他就是要做一些 譬如說 廣告宣傳 或政治宣傳 那 如果你在放比較長的時間 或者是 針對他的KPI去看的話 譬如說 他的曝光量就是非常隱藏 基本上 你就可以從這些 比較熱門的事件 再去 回推 就是說 這些現象是不是 有一些消失 所以 的確就像 你剛剛就說 基本上這件特徵 可能在半年 或一年都會失效 那 基本上 難力的研究也低於 同時分禁 但的確就是 會fail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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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問題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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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對 而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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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比較好被控告 没问题啦 呃那个其实我比较好奇 还是在做PTT的这一个 算是Quadrum啦 就是大概就是花了多少时间 就是才做到现在这样子 我们那时候很赶所以 不是150个小时 对啊差不多150个小时 150到200个小时 对啊应该有快两个小时 不是啊你是熬夜赶出来的 对啊 你就六个去咖啡地上 对啊对啊 我们那时候基金会会做这个 其实我们基金会没有什么政治地上 很多人都以为开放的话基金会是绿的 因为我们跟唐凤算是合作满满 其实没什么合作啦 就是因为他是个民人嘛 然后天外开放政府大部分也是 唐凤那边在帮忙比较多 所以我们跟他们是有一些互动啦 但其实不像大家讲的就是 我们是绿的这样 我们现在也在反那个金边身份证啦 我们也是对绿的政策会有不满 那会做这个是因为 基金会的长老们都是 蛮多都相邻的嘛 所以他们就觉得 PTT这样的东西 然后被这些政治或者是一些广告污名化 他们就觉得很 很看不下去啦 就希望说有人能够 带头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那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大选啦 2019年的时候 然后这东西其实有很多人在做啦 网络上 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open source出来 他们的data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那东西是不是公正的就很受到质疑 那我们那时候做这个专案的目的就是希望说 有一个open source的工具可以用 然后它的资料是open的 你如果觉得不相信这个资料的分析结果 你就可以自己拿工具跟资料去做分析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就出了这样一个分析报告 然后时间就是2019年的年初就做完了吧 年初就做完了 但是我们刻意就是不放出来 就是希望在大选之后 再把结果公告出来 免得大家觉得我们再影响选举 好 然后大家如果觉得怎么样 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你在取的一些 DT的历史资料上是较困难一点 就是说他可能有些资料配分 然后在有他什么方式资料上 这个有没有想过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知道站方的人 也非常的希望抓到一些这种 异常的帐号 就站方的 PV站方的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说 去跟他们合作就是 能够做的就是更顺利 或者做的更紧缺一点 那时候是没有 因为那时候时辰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是写掉 比较快速的方法取得 当然是附近的资料 那的确就是像你讲的 就是假设未来研究的话 比如说跟站方去沟通 我觉得这边这样应该是蛮 蛮蛮蛮不错啦 因为基本上只要学的 都是有一些成本的 同意的 来吧 今天这个真的是蛮精彩的 是蛮实在的 好 谢谢 哦 这个是那个OCF的 就是可以上去看 哦 interrupting 对啊 你点打那个ocep.tw 你說搜尋 網站 就是基金會的網站 然後上面的 捐款 這邊在座也不少是捐款人 捐款人都可以免費參加這個活動 就不用付錢直接進來 我們有發一個 那個捐款 那我們也算了吧 要定期定額 好你要點什麼 點那個社群專案 啊不是不是基金會專案 基金會專案 下面會有PTT的 PTT ID Profile 這個很多人類 那你看下面就有 爬衝工具啊分析工具 還有教學 歌字中歡迎捐款 教學應該就這個影片吧 我剛有錄影 之後也是會用開放授權公開在網路上 然後分析報告也是自己授權釋出 大家如果覺得 因為那個報告我覺得寫得還蠻仔細的 就是像我這種門外 看你可以帶來了解是怎麼樣分析的 好再加上今天影片呢 相信各位都可以成為分析的高手 好 好那再給兩位蔣市長鼓勵一下 啊謝謝大家今天參加 因為這個有錄影 那時候可以去哪邊看這個錄影 可以去這裡吧對不對 在另外一個地方 在那個開園教 左邊 你看下面有錄影檔案 你有沒有 點下去 他是YouTube啦 現在YouTube被大家屏氣了 所以我們打算要換到別的地方去 要換到嗎 就現在有一個什麼 忘記名字 對對對 大家都知道 看我們都是 開園 對我們都開園教 大家都知道 開園教 對啊 好 那就謝謝大家參加囉 好